各位 我現在嚴肅地宣布兩個消息 第一件事 趙氏集團董事長趙建國先生 暫時離開董事長職位 由我臨時擔任董事長兼CEO 各位請安靜一下 第二件事 今天上午我們收到了 盛華集團的收購一項書 他們依然在不斷地擴大持股量 面對這種惡意收購的行為 我決定啟動讀完計劃 細則如下 當有人持有趙氏股份超過百分之二十 或持股數以超過百分之二十的股東 增持百分之一的股份時 現在現有的股東 有權以半價收購公司的股票 購買量是其股份的一半 現在情況緊急 由不得大家遲疑 請同意地舉手 我同意買入新的股票 讓我們一起度過這個難關 是嗎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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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非常好吃 我想找一哥愛我的 我愛的人陪在我身邊 簡簡單單地過日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了 谢谢你 回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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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难啊 这地儿环境不错啊 麻烦你啊 顾府 没关系 你肯定找我有急事 不然不会找我出来 谢谢顾府提亮 谢谢啊 就别跟我客套了 是不是关于收购的事情 对 现在 肇事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 盛华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动作了 他们加大了投资 我们快顶不住了 要不要 我帮你融一笔资金啊 顾府 用熊大收购招式吧 收购 你的意思 是让熊大 来帮助招式 阻挡 生化的收购 是的 我希望熊大 做赵氏的白鲤士 当初啊 我跟你姑姑从赵氏一起出来 创建了熊大 可这没想到 如今的赵氏 会面临着被并购的威胁 你父亲是怎么做的 创建了 抛开我跟你父亲的关系不熟 这件事情我该帮你 可是我熊大 目前还没有收过你赵氏的能力 况且其他的资金也投在项路上 陈楠 你先别担心 这件事情我会认真考虑考虑 尽快给你一个答复 爸 坐 坐 震团 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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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wasn't it 挺好的 盛海已经提出 受购谈判了 简说了 一切都完了 赵氏 全毁在你爹我手上了 爸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让赵氏毁在我的手上的 陈南 我对不起你 爸 您说什么呢 你没有对不起我 陈南 你记住了 手华资本 很有可能会干预董事会 你千万不能让他们重租董事会 还有 你要小心 小心他们是我爱董事会的人 好 爸 我已经有防止他们收买的准备了 爸 你别担心了 我们会有办法的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只有 我们只有寻求白衣骑士的帮忙 什么意思 你 你不是要把赵氏给卖了吧 不不不 不是卖了 是重促 我们还会控告赵氏的 可这都在什么份上 谁会帮咱们呢 谁会帮咱们呢 不行 不行 我告诉你啊 绝对不行 赵氏董事会 绝对不能让他参与起来 我告诉你 咱们董事会就没有他的位子 爸 这事都过去了 翻篇了 而且我们是一家人 当初的赵氏 也是有辜负一起创立的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的 我说不行就不行 我是你爹 你得欠我的 今天到这儿吧 有事下次说 爸 爸 他毕竟是我姑父啊 老林 我思来想去 这件事情你必须得帮 真的必须得帮 上战的事情哪有这么简单 我也想该出手之就出手啊 可是 咱们哪有准备啊 这件事情啊 来得太突然 也是 可是 赵氏集团是我父亲一手创办的 年轻的时候啊 你就和赵建国总是不和 每次你们两个闹矛盾 都是我在中间调和 好好的赵氏集团 让赵建国弄成这个样子 我想起他我就恨他 我看你根本就不恨他 恨他你干嘛又替他担心 又替他减刑什么的 那你说我怎么办 他是我亲哥哥 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是啊 我也是你父亲一手提拔起来的 是他教会了我 如何跟市场打交道 如何管理公司 没有你父亲 也就没有咱们的今天 所以啊 你这次帮了赵氏集团 也就算是帮了我父亲 你说对不对老脸 你说对不对老脸 请喝水 谢谢 要行 真难啊 我想好了 我决定收购赵氏集团 真难过父 太好了 怎么啊 你爸不同意 他怎么还这么顽固 真是死不悔改 对 既然他不同意 我就别再影响你们夫子之间的感情了 你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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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爸 林友雄 林总 林总 王强啊 好久不见了 是啊 林总 您怎么会来这儿啊 我来看看正男 林总不是单纯来看他的吧 您也别瞒我了 我知道了 您是找小董事长 谈公司重组合作的事情 我也知道 他因为父亲的阻拦 无法和您合作 林总 我没有别的意思 您别担心 我虽然只是赵建国的一个跟班 但我毕竟在赵氏集团待了二十年 我知道 复巢之下 焉有完卵 我也希望赵氏 能够顺利地渡过这个坎 林总 其实和您刚认识的时候 就对您很敬美 这些年呢 我们一直做了一些对不起熊大的事 对此我身比较歉意 不过现在 我有一个办法 能让赵建国答应和您合作 你有办法 你有办法 就让我这个二十年的跟班 来试试吧 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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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子 怎么样 昨天我见到林永雄吗 这男来跟我提的 人人跟我提的 现在你也跟我提的 赵建国 你给我坐下 我跟了你二十年 我什么事都顺着你 我什么事都听你的 你听我一次好不好 好 建国 我知道你反对震南 和林总的合作 但我希望你支持他 不为别的 就为赵氏的生死 二十年前 老董事长收留了我 他带我像儿子一样 他对我恩重如山 你 你把我当亲兄弟 你什么事都照顾我 你从来没嫌弃过我 我犯这么大的事 你把所有罪名全担着 我没别的想法 我只希望咱们赵氏 能够渡过这次危机 建国 我带了一个东西 也许你看完之后 会改变一些想法 你看 你看 建国 这是前一天我收拾东西的时候 发现老董事长写给你的日记 我爸的日记 里面有很多话 都是老董事长想说给你听的 我读给你听听啊 一九八八年 七月四日 家和万事兴 建国年龄虽然早已成熟 心智却还缺乏 我很担心 却没想好要怎么锻炼他 我希望我的儿子 是能够沉得住气的稳重之人 可惜啊 我要怎么从工作中抽身 才能多陪陪我儿子呢 一九九零年一月二十一日 家和万事兴 朕不该刻意安排林永雄 刺激建国 本以为能激励他的斗志 没想到事与愿违 愈走愈歪 我这个父亲实在失职 想要投机取巧 却伤了兄弟的和气 二零零三年十月六日 欲改自己身体病入膏肓 却不敢与世长辞 若儿女兄弟能团结和睦 我今生便无憾 这个家变成这样 都愿我这个当爹的 只愿他们 家和万事兴 爸 爸 你 千古 千古 爸 爸 我对不起你 爸 我对不起你 我哭不你了 我哭不你了 我对不起你 我实在是怠魂了 剑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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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一切还不稳 老董事长肯定希望您和灵董一起合作 重真招式 中文字幕移民 你怎么会去那儿 还不过 我自己也不と思 都被我 我怎么不想 我 theories 不我 我 omdat你 这儿 这儿 基本上 我们都不认识 你这儿 我说 你 说 你 再次向其他的股东 发出邀约邮件 将收购的价格 提升到每股一百三十三元 六三三 有什么问题吗 你等我算一下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收购肇事 就相当于要花三十一元的资金 这样下去 那我们的压力太大了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那我们投入的资金也会越来越多 这个不需要你担心 你只管做好你分内的事 资金方面我会想办法 好吧 一切都听你的 喂 送餐吗 给我点餐 给我来一个公保鸡丁 再要一个红烧茄子 一份米饭 对 那个快点啊 谢谢 出来 快开门 开门呐 干吗呀你们 找我 别跑 站住 站住 你给我下来 别动手 别动手 有话好好说 站住 别跑 有话好好说 过来 你给我过来 别动手 别动几个意思 有话好好说 几个意思 几个意思 什么东西 怎么了 我想知道我怎么了 怎么了 我们还想问你怎么了 我告诉你我爸把我卡都也停了 你知道吗 没钱吃饭 没钱放丢 这次真不能陪你玩了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不就是在让你们花钱注资吗 你们的爸妈 不知道你们已经赚了多少钱吗 知道啊 但是我爸已经让我赶紧把钱都给撤回来了 我爸可跟我说了 这次收购就是一个泡沫 他随时都可能会报的 这样赔了钱 鳄鱼可赔不起 别废话了 你就赶紧把钱给我嘛 黄姐 各位 各位 其实啊 我早就想把你们的钱拿出来了 我自己把我自己的存款也都投进去了呀 是 没有你们投的多 哎呀 我早就知道这是个泡沫 而且随时都可能爆破 不是 你你你你早都看出来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不是 但是听我讲啊 鳄鱼在咱们的条约里面 加了一条霸王条款 你们自己看 倒数第二页 第七章第七条 如果股东 在公司收购其他公司期间撤资 那么他只能拿回 百分之五十的本钱 我怎么跟我父亲大人交代啊 我爸估计能把我给杀了 去他大爷的恶语 他就因咱们 我说怎么叫恶语呢 我们一个一个都被他给咬住了 都怪我当时没看清楚 我们怎么就这么笨哪 都是你们几个混蛋一起忽悠我 别说了 别说了啊 别说了啊 我们也是受害者 你罪去 你为什么不说呀 对呀 为什么不说 不不不 那我也没想到 咱们这次的收购会那么长时间啊 再说你们四个签证合同 那你们自己不看好了 赖我干嘛呀 我们看了我们看得懂吗 你混说人话 不是 现在怎么办啊 你说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是吧 那听我的 好吧 我告诉你们怎么办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们要坚持 要一直坚持下去 就算我们的投资失败了 那我们的股份也不会缩水啊 对吧 就算咱们啊 收购不赚钱 那也总好过 咱们现在拿回一半的钱 是不是 明白了 只能这样了呗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再给你投点钱呗 他投你个屁呀 我都没钱了 你先借我点 来来来来 你快 不是 我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你还让我们给你投啊 您好 您点的外卖到了 外卖 我点的外卖 我请大家吃饭啊 等着 我请大家吃饭 缺不缺德 你点了几份啊你 盛华投资已经将股票收购价格 提高到了每股一百三十四元 在我们拼命收购之后 大量的资本还是流向了他们 现在持股比例怎么样 现在赵氏持股百分之三十五 盛华持股百分之三十一 现在情况非常紧急 你赶紧拿主意 喂王叔 震南 你爸已经同意白衣骑士的事情了 真的 太好了 好 明天早上八点 通知所有董事会成员过来开会 好的 董事长 怎么回事啊 我找到白衣骑士了 真的 对 对了 公司有什么事情你先处理着 等我回来再告诉我 好的 放心吧 好 把这个财务报告交给法务再仔细检查一下 嗯 进来 嗯 嗯 嗯 震南 震南 嗯 哦 王头 你们先出去吧 嗯 嗯 哦 对了 告诉他们 没事不许进我房间 有什么事你记录下来明天再说 啊 知道了董事长 走了震南 嗯 来震南赶紧坐 说吧 有什么好消息啊 古巴同意啊 真真是太好了 所以这次来主要是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商讨熊大收购肇事的具体计划 第二个就是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盛华投资资本 我就赢了 温哥 Haj 我在这里 企务 可能 这男怎么还没来啊 开门剑山 第一件事情 为了巩固公司董事会 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变动 我决定 如果公司所有权发生改变 而导致管理层卸职 公司会支付一笔巨额的赔偿金 维持三年 赔偿金额 由各个董事军摊 别别别 快阻止他 我反对 你这样明显是在庇护老员工 阻碍新人才进入公司 是啊 你这么做有什么用啊 圣华控股只是时间问题 董事长 你就别反抗了 为了大家做奖 不如早一点接受 圣华提出的收购条件 这样对你对我都好 承大 你记住了 圣华资本 很有可能会干预董事会 你千万不能让他们 重组董事会 还有 你要小心 小心他们收买董事会的人 没错 你们说的很有道理 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但是现在我是赵氏集团的董事长 我有权利 独断专行 现在宣布第二件事 我要给各位介绍一个人 为了对抗圣华 对赵氏集团的吞并行为 我决定 向熊大逃出橄榄枝 熊大董事长林勇修 愿意接受 白衣骑士这个角色 由熊大来做这次白衣骑士 诸位 我宣布 熊大集团将调动所有的资产 来帮助赵氏集团 对抗圣华的并购 关于凡收购案的细则 将会在接下来的会议中 向大家公布 梦桐 从其他项目里调出四十亿 用来购买赵氏的优先股 还有 以及证券股和自由股权 何董事长 我们公司的资金流也是有限的人 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到了这个时候 只有放手一搏了 我敢打赌 盛华会在四十个亿之内 及时收手 董事长 这样不同吗 董事长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盛华收购赵氏的真正目的 是想逼赵氏 授出他手中的土地所有权 我算了一下 赵氏所有的不动产加在一起 市值是三十九点八亿 所以我断定 盛华会在四十个亿之内 及时收手 我知道了董事长 这场鹰仗还没结束 大家伙一定要多加小心 工作吧 如果需要用我们的不动产 做抵押的话 银行方面 我看没有问题 董事长 你应该吃药 你这里一定要顶住 谢谢 请不吝点赞 爸 看您正忙着 没敢打扰 听说咱们要和赵氏联手合作 真高兴 咱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老爷在天之灵 也可以安息了 很抱歉儿子不能为爸分担工作上的事 也幸亏有孟特助帮助您 希望爸多喝水多休息 注意身体 您的健康 是我和妈妈最大的心愿 给您送了一些小零食 饿的时候嚼一嚼 儿子 凌霄 小薩 没 涨到一半三十五元的时候 就开始向所有股东 发送收购邀约 记住 是全部邀约 连肇事和熊大也不例外 好 明白 报表出来了 董事长 薇薇 你给大家念一下吧 熊大正在以一百三十五元的价格 向自由市场收购股票 进度很快 目前熊大加上优先股 已经占到赵氏百分之二十一的股份 而盛华由于赵震南之前的股票 稀释政策 所以占比百分之二数 好了 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吧 董事长好 董事长好 辛苦了啊 董事长好 叔叔 您 您要喝点咖啡吗 哦 不了 我的胃不好 倒杯水吧 谢谢了啊 董事长好 嗯 嗯 灵霄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没有 给你 这孩子啊 他要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你就告诉我 子不教父之功 我替你好好教育教育他啊 叔叔 其实我们也没什么 只不过 很多事情都是 医疗之外的 我们会好好处理的 这年轻人受的挫折呀 是正常的 有些事情我们也管不了 不过我敢保证 灵霄这孩子 还是很专一的孩子 你看吧 你看吧 我早就说过 咱们会到一起共事的 是啊 真没想到 这么快就到一起了 可惜啊 谁这种情况 怎么了 这可不是我认识的赵真男 很快就结束了 别担心了啊 这么有自信啊 又不是不知道我梦头 大学的时候我就这样 说到做到 那如果成功了 打算怎么庆祝 你 你 你 对 对不起啊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你怎么来了 我 我来看我爸 反正辞职了 也一直没失踪 辞职 你辞职了 对啊 英语没告诉你吧 你你整天忙着谈恋爱 而且我最近也很忙的 我 我去忙了 博博 我 我 好啊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去忙了 我去忙一下 嗯 我去忙一下 我想不开的时候 也喜欢到天台上 站得高了 视野广了 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会变化 这角度变化了 问题也会迎刃而起 你指的是感情方面 很多问题都可以 换个角度去看 但唯独爱情的心 因为爱情它属于 哲学范围之外的 没想到你对爱情的理解 这么深刻 理解深刻的事 未必做得好 做得好的 也可能一窍不通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对经商一窍不通了呗 那不是 哥 公司目前还顺利吧 顺利 放心吧 他们兄弟俩 终于重归于毫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就等你指令了 就等你指令了 好 现在喊不及 先跟赵氏和熊大 玩一玩再说 好 接着干 好 接着干 爸 没事了 好好学学啊 盛华现在 把美股的价钱 提高到一百三十八了 好 加价到一百三十九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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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捆备 好 宁宵啊 你知道两家公司合并以后 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 不知道 就是我们一群男人里边有一个女孩 而这个女孩的能力和表现 不比这些男人差 这个女孩 你应该知道是谁了吧 如果薇薇啊 能到咱们熊大公司来 那可真是咱们熊大的福气 你们俩不是沟通不畅吗 如果这样的话 以后就方便更好的沟通了 爸 我不在熊大 你不在熊大上班 就不能来公司看看老爸 你要是不来 你信不信 我把公司搬到家里去 让你有家都不想回 林小 一个男人啊 首先要学会承担责任 特别是跟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即使不是你的责任 你也要承担责任 你们啊 已经到老结婚的年龄 这就说明啊 你们不光要承担社会责任以外 随时都有可能去承担家庭责任 林小伙 你要是结了婚呢 恐怕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 不懂沟通 这第二 就是不愿意去承担责任 爸 我哪有 你别乱说 没有妈 没有问题就趁早把婚结了吧 这样的话呢老爸也能省点心了 你就专心开车吧 你以为我想管你啊 抱歉各位 来晚了 坐吧 时间有限 说吧 好 既然大家时间宝贵 我就长号短说 如果你们肯借钱给我 我会在收购赵氏和熊大两家集团之后 变卖他们的所有权 偿还你们的债务 你说得这么万不经心 你怎么知道这两家公司的市值不会下跌 据我们所知 赵氏和熊大的股票被你搞得虚高很多 现在入省可不明智了 你吞并这两家公司 就是为了要变卖他们的资产 龙头 是因为你太年轻 所以才会有这种冲动的想法 还是你就是想进入股市 做个混世魔王啊 行了 我们还有事 先走啊 吳薇薇 到了 谢谢叔叔 不客气啊 嗯 喂 薇薇 爸 我想和他聊一会儿 你先回去吧 行 好好说话啊 知道 好 再见啊 叔叔 再见 喂 薇薇 爸说得对 我是不懂得沟通 请你原谅我的幼稚 我不想谈感情的事 好吧 那我们谈到公司的事情吧 公司的事 公司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现在凑析有什么用 你能帮我吗 能啊 我先去找收购肇事那家公司的老板 让他不要再收购肇事 因为我不想让我爱的人 每天工作加班 每天都这么憔悴 你给我甩嘴皮子有什么用啊 你去找他们老板 我也想找他们老板 我也想找他们老板 但是我得先知道 他们老板是谁 那不就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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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实说真的呀 我真的很担心现在的行事 我每天坐在办公室里 听他们说加钱加钱 我就紧张得要死 我知道赵氏是在拿自己完全没有的东西做赌注 我都不敢想象如果输了 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尤其是震南 我最担心的就是他 他爸已经被关了进去 我怕他接受不了第二个打击了 别担心 震南现在由我爸的支持 而且现在赵氏和熊大已经合作了 我相信 我们不会轻易的就被击垮的 啊 来 来 拍张 拍张 等着点 来 来 来 三 二 一 耶 真的 我是在把你往正确的路上搭 申华的股票占百分之二十 到时候你做什么都没用 真的 你还是太能了 爸 正男 没什么事 我去跟他们聊聊 很快就回来了 你忙你的 爸 老林 老林 公司那边的事情运作得怎么样了 现在情况还不明了 不过你不要担心 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 帮助赵氏渡过这个难关的 你说我哥这个人吧 你俩就一直合不来 做了好多对不起赵氏的事 我呢也劝了好多次 但是我也 我也知道你原谅不了他 那你说怎么办呢 他是我亲哥哥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到没 你喂药吃了没有 我吃了 这两天没休息好 我先睡了 你早点睡吧 好 我看把你累的 我看把你累的 我看你isiej说 你这个地方 你这么好 我看你 你这个地方 是什么东西 你不是说怎么办 你什么东西 我看你 是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现在的带kten 今天一开盘 圣华队照射的股价 每股一百五十五块 如果照这么下去 现在总共收购我们的金额 就是三十五亿 这个三十五亿 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我担心的是 他们会继续抬高这个价格 侠鹿向逢勇者胜 他们这是在赌博 赌是赌 可是有没有天花板哪 对 关键就查天花板 看我们的天花板 能不能高过他们的天花板 姑父 您雇个底给我 四十个亿 不能再高了 再高我也不具备这个能力 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他们并没有提高股价 所以他们是不是就此罢休了 看来我们的猜测是对的 盛华是不会拿出高于四十亿的价格来收工的 看来我们赌对了 林董 赵董 刚才盛华的负责人打电话来说 要去谈判 谈判 在哪儿 盛华人呢 他们说等会就过来 他们叫我们过来 他们却没来 没事吧 姑父 没事 你看看 都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 到现在还没来 他们有没有成意 谁说没成意了 盛华的人早就到了 跟你们打交道这么久 现在我还不知道你们老板是谁 难道赵董还不明白吗 盛华集团的老板比我们都要先到 他就在你们身后 中国人都让他们冒着 他就在我一世 你到底是谁啊 我冒着 你真的 может 我冒着 你怎么回事 我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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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我冒着 你怎么回事 我冒着 我冒着 你怎么回事 你就是盛华的老板 对 就是 美安 你是中国人 赵氏的大门永远为你打开 新手拟开职位你挑 我绝不还口 但是我怕赵氏请不起啊 我想做的职位是董事长 现在我代表圣华集团 正式和你们谈判 开始吧 赵董 林董 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叫你一声 梦董 西听尊便 说吧 梦董 那您开的条件是什么 既然林董的天花板是四十个亿 我怎么也要比您高一点 不然怎么吞掉您呢 我就出四十一个亿吧 梦董 你的口气也太大了吗 四十一个亿 你应该知道是多少 我当然清楚四十一个亿是多少了 但我更清楚的是雄大的财政 四十一个亿你们是肯定拿不出的 所以我吃定你们了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现在就说吃定我们 是不是太早了 风水轮流转马上到我家 咱们等着瞧 开始吧 现在我就让你们两家公司亲眼看看 你们是如何垮掉的 怎么被我吃掉的 股票交易员 请把我之前给你提供的一百五十个账户里面 雄大的股份全部转给盛华资本 好的先生 我知道了 我们这边呢已经全部准备妥当了 就等着您一声零下 我们这边呢会在二十分钟之内 完成全部的转捕流程 请您尽管放心 好 哦 还有 记住 一定要是原始的价格 明白 先生 您收购的价格呢 是现在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 您赚大发了 恭喜您 好 yes 我想你们一定很想知道 盛华集团为什么在这么一点时间内就掌握了雄大百分之十的股权 为了满足你们的好奇心 我可以告诉你们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好几年前 我委托了一百多个人 建立了一百多个账户 在雄大集团股价很低的时候 他们买入了大量的股票 就在刚才 这一百多个账户里的高价位雄大股票 在我的售益下 已经全部卖给了盛华集团 加起来 正好是百分之十 这是一笔好生意呀 我还要谢谢林董 没有您的信任和提携 我想今天我也坐不到这里 林董 谢谢您 不用谢 我其实只是一个善良的农夫 不小心被骗 但我直到一条蛇 意识到他要咬我的时候 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给打死 没事吧 姑父 继续说 你东拼西凑了百分之十的股份 就凭这点 就想吞并整个雄大 幼稚 赵家大少爷 您怎么就知道 我只有一张牌呢 这三位股东 占有雄大集团百分之二十三的股权 我相信林董你并不没收 他们都是你的老朋友了 不过很遗憾 他们已经把所有的股权 低价卖给了圣华集团 他们现在是圣华集团 仅次于我三个最高的股东 我数学不太好 赵家大少爷 麻烦您帮我算一下 我圣华集团现在拥有雄大的股权 到底是多少 要不林董 您帮我这个雄大第二大股东算索 我到底拥有雄大股权多少 百分之三十三的股份 你也受过不了雄大 你怎么这么快就确定我吞不下呢 万一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 吞并你们两家是迟早的事 走着瞧 蒙头 你太卑鄙了 姑父你走了 快来一二零 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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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